现在明白了 他五号跟他差不多 他一个就是五号不合适啊 五号真不合适啊 那五号跟他差不多 那可不一个就是推人五号不合适 这小心眼 不是铁柱啊 那在介绍之前 你完全可以跟姑娘说呀 就没没开这面吗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姑娘喜不喜欢你啊 对 不敢说呀 所以你看在台上 他虽然有心眼推给阿炳啊 推什么 但是他都不敢说 他也不敢说他自己喜欢 那姑娘 为啥不阻止他上台呢 为啥不在这个录节目之前 既然你们俩都见过面了 为啥就迟迟没说呢 因为他要找一个高个的 所以我就一直没鼓起勇气跟他说 我怕受到拒绝 我知道你挣钱挺多的 一个月大约一万多块左右 但是我也知道你大手大脚的 我能帮你管理好这个钱 也能帮你把持好这个家 我也知道你做饭特别的好吃 我不会做饭 我希望有一天 我能亲口吃到你亲手为我做的饭 那样我会感觉特别的幸福和开心 我为你带了一份礼物 哎呦 带礼物了 好的 哎呦 好隆重啊 这是一个户口本 你曾经在台上说过 辽宁姑娘彩礼贵 吉林姑娘彩礼便宜 我就是辽宁的女孩 我今天特意把户口本带来 我一分钱彩礼都不要 我就是要和你牵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